他還要來看到這五月天的阿信 他也有伊克拉的夢想 好不是阿信要結婚 而是他也要創作出他的這個 在當代美學展當中 展出他的作品 而且還抽空舉辦了座談會 和大家分享他的圓夢故事 就更開演唱會沒有兩樣 台下的粉絲超熱情 只是今天舞台上沒有樂團 也沒有五月天的其他夥伴 阿信一個人讀成大局 要分享他的伊克拉夢想 不過其實為了這一次的 伊克拉的夢想這個展覽 其實也做了很多新的嘗試 然後例如說跟其他幾位新團員 合作的新的五月天 包括了伯爾良 聶永珍 王健陽 吳宥文等等 那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阿信的作品以地球為中心思想 希望人類再次用不同的觀點 來看待自己所居住的地球 特別舉辦座談會 也希望更多的年輕朋友 勇於堅持自己的夢想 在台灣要讓所謂的藝術出頭 要讓設計出頭 要讓文創產業出頭 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 那當然我們身為創作者 一定會盡百分之一萬的努力 希望大家多支持 如果你問阿信 從歌手到藝術家 他喜歡哪個角色 他會告訴你最喜歡的不在這裡 因為他想當懶惰鬼 至於現在這些角色 都在他通往夢想的道路上 中間新聞 台北這麼不敢